要做所有的扣押 以及所有的准备动作 一定要让后续的这些伤患 所获得的医疗 及后续心理辅导 以及赔偿 都能够获得最完整的一个给付 朱立伦保证超过500多名伤者 都能获得相关保险和求偿 尤其医疗费用庞大 国家替伤者做主 已经扣押业者相关资产 但恐怖的意外 未来怎么防范 行政院长毛智国取消既定行程 探视伤者对外界表示 未来活动禁用本城 避免再度发生危险 中文记者这么报道